在这个单元,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最大公因数及最小公倍数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大公因数 名字当中有公因数 所以最大公因数当然跟公因数有一定的关系 什么是最大公因数呢? 我们说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就是这两个数所有的公因数当中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对两个数来讲 它们之间的最大公因数只有一个而已 公因数可能可以有很多个 但最大公因数就是这全部公因数当中最大的那一个 是最大公因数当中最大公因数